好 好,粉絲頁在申請,其實很簡單,你只要這邊點一下 這邊有個建立粉絲頁就可以申請了 那粉絲頁它有這幾種模式,就是地方商家、公司組織、品牌商品等等這些 那如果說你是要地方商家,你就用這個點一下 可是這你要輸入你的店家的資訊,就是你的地址等等 那如果說你是公司,你就是用這個 那如果說你是要賣商品,或是品牌之類的,你就用這個 那我就隨便選一個,就選這個 比如說我要賣居家裝飾的,就點一下 那我可能就打上 好,那就開始 好,很簡單,那第一個呢 請你先把你的粉絲頁的相關介紹打進來 那如果說你有網站,就把你的網站打進來 那比如說,我選一個 相關介紹 好,好的話,你就儲存,儲存資訊 這個太長 太長 好,之後傳大頭照 那大頭照,如果說你是店家的話呢 你可以傳你們自己的LOGO 但是你不要傳這種 怎麼說呢 不要傳這種,隨便找一個看看 看 你們大頭照竟然像這樣子的圖示 看這種圖示就好了 因為大頭照是有限制的 所以上次有跟妳講的 大頭照是有限制的 像這種,都OK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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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像這種的話,它就比較看不出來 這樣了解嗎 因為你的圖示 你的圖示LOGO要加上你的文字 要看得清楚 你這樣子這麼滿 然後全部塞進去 其實也很難看得出來 所以像這種都剛剛好 像這種都剛剛好 這種都剛剛好 就是大頭照呢 盡量就是以 你清楚,然後文字看得到 你不要說 你又要塞大頭照 又要塞很多的文字 那這樣子 你會讓人家看得很不清楚 像這種 這種 都很好 所以如果說你不知道 你大頭照怎麼設定的話 你可以去參考人家這樣子 這樣的設定 這樣了解嗎 不要說自己去打一大堆 像這個都可以 那都可以 打一大堆的是 有一些都打一大堆 把公式名字全部都打上去 那這樣子其實就看不出來說 那大頭照到底是什麼 所以第一個 你就是先去建立一個大頭照 到這邊又隨便 用一個上去 那我建議你把加入到的最愛 比較好長 加入到的最愛 然後繼續 那這裡呢 是設定受眾 什麼叫受眾 就是 我想要讓我的粉絲頁 在 哪些地區 或是甚至是哪個地點 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我想設置在 居住在哪些地區的 那地點呢 我可以用家一式 你自己的地區為主 或是你一個景點為主 那我可能就設定說 我可能以我的地方為主 然後複製過來 然後方圓幾公里呢 方圓16公里內 都可以看得到我的資料 就是可以看得到我的 比較容易搜尋到我的粉絲頁的文章 那你也可以設定 以台北地區 那你可以新增很多地方 那年齡呢 你看你要幾歲到幾歲 一般都是18到 可能是 50歲 18到50歲 性別就全部拉 那興趣呢 你可以學你自己喜歡的 跟你場面有關係的興趣 比如說我做裝潢 我可能就打上 居家 居家裝潢 比如說 自己鬥手做DIY 或是 室內裝潢 或是 建築 這些 這些就是當有關 有關搜尋 這些的人 有加入這些粉絲頁的人 也有可能會看得到你的文章 如果說你這邊都沒有設定 他就不知道你的文章屬性 你粉絲頁的屬性是哪邊 那語言呢 一般就是中英文 中 好 好 然後就儲存 那這樣子呢 粉絲頁就建立好了 粉絲頁就建立好了 好 那粉絲頁就建立好了 那粉絲頁建立好之後呢 這裡就可以選擇一個 你的名稱 這叫做董王子 這樣了解嗎 好 那 名稱呢 你就可以打上 比如說 HOMEDIY 跟人家一樣 沒關係 就自己加上 跟人家一樣 那他會跑一下 這兒 對 那 你們先自己設定看看 再打一次 那是說還沒有全線 還沒有全線設定 如果說他不讓你去註冊這個 短網址的話 那可能是因為你的 剛建立好之後你沒有粉絲按讚 你至少好像我記得要10個以上 你才可以改這個短網址 那這裡呢這個封面呢 你也可以自己去設計 因為你們學妹自己設計 那這邊就隨便亂用啦 就像這個 走比較像的好了 我們現在不應該是去刨 我們下了最多的 那就是這次的 我們要做的 說法 你做的 這次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這個做法 我們要做的 我來做的 我們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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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你去調整 調整你們的大小 那我建議就是這邊點進來之後呢 這裡可以增加你產品的說明 比如說你的產品說明 這邊的數碼 不要說那人家點進來這邊完全看不到東西 你可以點進來這邊也可以有說明這樣子 那本事業建立好之後呢 第一個部分你可以到設定裡面 我們可以看一下設定裡面有一般 像這個貼文用物品這樣 你這個把它打開 因為它評論已經是關掉 你可以預設紙把它打開 允許訪客評論這個粉絲頁 那訊息呢 可以用戶可以私底下這些都 都可以不用變更 這一頁呢 這一頁呢 是新的功能 也就是說你進來之後 它的範本是屬於標準的 但是你可以自己選 你可以編輯它 那比如說你看你現在是標準的範本 它有推薦的 企業的 場地 政治人物 專業服務 甚至還有這種咖啡廳的 那如果說你是專業服務 像這種的 那你就是選擇 你可以看一下 專業服務的是什麼 像它的按鈕就是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好 那你就是可以選擇這個 選擇 套用版本 那你現在的服務呢 它就是變成套用版本 這個服務了 就是變成這樣的服務 你會覺得它好像沒有改變 其實它是有改變的 它是有改變一些 像這種評論就有出來的 你們先可以先 自己建立一個試看看 好 先給你們 好 好 那這裡呢 你們也可以 這裡有一個叫做 關於的部分 你們也可以把它寫完整一點 那就是這裡 你的專業資訊 比如說你的用戶名稱 那這裡就是 你要滿十個 本書有十個站 所以你這邊才可以自定名稱 那自定名稱是什麼 就是你看你原本這麼長 有看到 原本這麼長 那你可以把它換成 這麼短 比如說像我這個 這個新建的 這麼短 這很了解嗎 那這個可以用於在幹嘛 就是 用於在QR-code 或者是 我們要做的本事專業外掛 或者是 之後要做的API 可以用得到 那 開始日期呢 你可以自己用 比如說 像是開始日期今天 你可以選擇 成立多少 成立時間 或者是開始 或是開章 或是建立於 或是推出 這幾種名詞呢 都用於不同的粉絲頁 或者是不同的產品 比如說 像我這個 開始 或是開章 或是建立於 比如說開章 今年 2016年 12月份 把它儲存 那這裡 簡短說明 可以大概一下 說明的 簡短說明 你的粉絲頁的簡短說明 那詳細說明 是 針對 你 對你粉絲頁 或是對你產品 你想要做的一些 相關性說明 你可以寫的比較長 那像這個來講的話 這邊沒東西 這邊沒東西 像這個 有沒有 它就比較不一樣 它的三家資訊 它是用 三家 店家的 它的三家資訊 就是這個樣子 連絡電話 它的更多資訊 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等等 所以每一個都 比較會不一樣 像這個 它這個是這個樣子 你說你選每個版本 你看 都選這個版本 跟這個版本 就都不一樣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呢 你就不可以自己去 選擇不同版本 它就會變成不同的版型 你可以花點時間 把這邊搭一搭 那如果說你是 創立資訊 你也可以把它打上去 你的創立資訊 是什麼時候 創立時間是什麼時候 那如果說 你有什麼獎項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打上 你有什麼獎項 比如說你得過什麼 什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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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產品呢 你也可以在這邊輸入 你有什麼產品 比如說LED燈 或者說 我有做室內設計專畫 水電專畫 或者居家清潔 這些你都可以打 那網站呢 就是 直接連接到這個網站 官方粉絲頁 如果說你有官方文字頁 那就是在打 沒有的話就不用打 那這個編碼 主要是要幹什麼 反正我們會在後面的API裡面 會上到 就是說如果說你的 店家 你的網站 你想要有FB的登錄 你們有看過那種 很多國務網站是直接按FB就登錄的嗎 那個就是需要你的FB的專業編號 就是這一串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像這樣子 比如說 我用這個好了 比如說我要登錄 這裡就會有一個FB的登錄訊息 這樣了解嗎 那就可以登錄 那這個呢 就會牽扯到你的FB申請的這個 就是API的部分 那這裡會有一個叫做新增按鈕 什麼叫新增按鈕 就是 你點一下之後 它會有這幾種選項給你選擇 就是 增加使用者會去按的那個動機 比如說你想要是預約服務 那我做 線上司 早思搜 我就選擇 搶先預定 我就點一下 那網站呢 這個時候就會牽扯到你的網站 你的網站 你的預訂的 連結是哪裡 你不要說直接連結到首頁 這樣了解 你可以讓它連結到你網站的訂購單 訂購產品的部分 或是訂購日期 有些網站裡面是有訂購日期的 那像比如說我用搶先 我用立即購買好了 我選擇立即購買點一下 那他就跟你講說到你的勾網站 到你的網站上勾 那這個連結呢 你就可以貼這個 就把這一串貼過來 貼過來新增按鈕 那這時候他就跟你講說 你已經新增了這個連結 那你可以點他去測試這個按鈕 點一下 他就直接連結到正業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按鈕呢 你可以 我覺得不錯啦 你可以 看你選擇 聯絡我們 或是立即通話 你選擇立即通話 那就是變成 你可以輸入電話號碼 比如說你可以輸入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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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在打 台灣 台灣 telephone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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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台灣 那就打上去 好,那就儲存 那這裡呢 它就直接會打這個電話 這樣了解嗎? 那就直接打 就是我電話就會響 這樣了解 好,這裡 所以這個部分呢 它推出來的是不錯用 那底下這些你就可以寫上你比較完整的說明 那另外這個部分 一開始你建立好之後 你可以選擇邀請朋友來按讚 你就點進來 那因為這是由你自己 你看喔,現在是由你自己 那如果說你切換到本事業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子這樣做 點它,然後邀請朋友 那它就會以你現在裡面的朋友 比如說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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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 那 因為一開始你沒有什麼朋友 粉絲頁沒有什麼粉絲 你可以做的就是先透過 你的朋友 來邀請 進來幫你按讚 那這裡你就可以先 新增你的名稱 那你看 這邊 你如果說你沒有任何粉絲頁的話 進來它就只有這些選項可以來選擇而已 可是如果說你是有粉絲頁來講的話 你看這裡有 這個手頁 這裡就這麼多 這樣可以了解嗎 比如說它可以建立優惠讓用戶領取 建立活動 以程碑寫網誌 這些東西 那如果說你進來沒有的時候 那頂多就是只有這些而已 你建立活動 為粉絲專業 新增你程碑 鑽寫網誌 信用戶 到你的 傳訊息給你的企業 你可以先邀請你的朋友進來按讚 你可以先邀請你的朋友進來按讚 那就先讓你試看看 接下來呢 如果說你是選擇服務內容的話 你看 如果說你是選擇 這個版面是選擇那種專業服務的話 你在旁邊就會多一個叫做服務內容 那服務內容 你就可以展示你的服務項目 你可以 加上你的Service 比如說 我用這個 就用服務項目 我就直接亂打 好 地方修復 比如說 500 一小時 好 那就是 這裡就可以新增照片 比如說 我去找一下地板 好 那我可以再新增 比如說 好 水墊 好 水墊 800 好 一小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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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 這邊 你的服務 你的首頁裡面就會有你的服務項目 好 服務項目 有看到嗎 好 那這樣就可以增加人家進來的時候 咦 可以有你的服務項目在裡面 好 好 就可以直接比如說這個點進來 好 你的服務項目這樣子 好 那當然在編輯裡面你可以這裡 再做連結 連結到這裡 好 知道嗎 好 好 那就是直接進來連結到你的首頁 然後就可以 比如說聯絡我們 這樣 互相 不累 那另外這裡有商店 如果說你是像那種商店的 你也可以放商店 那商店裡面來講的話 它有些商店條款 真正你可以看一下 好 這英文的說你沒有看 好 這樣 那你有看嗎 你有看可以看 可以看 那你看了你不再是用它 這樣了解 好 那你就同意啊 好 繼續 好 那你可以選擇 傳送訊息購買 或是到其他網站結帳 這兩種有什麼不同的 第一個就是 讓用戶傳送訊息 讓你相關問題 第二個是 到其他網站結帳 那就是廢話 所以呢 就看你是選擇這哪 兩種 如果說你是服務型的話 你又沒有網站 你就選擇這一種 那像我是有 產品也有網站 我就選這一種 那就繼續 那你可以設定什麼 新台幣 繼續 可是它不會有 解款的這種功能 這樣了解嗎 好 那你這邊呢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 新增產品 然後就新增一個產品 比如說 你看這裡試試看拍影片 所以剛才的 錄影的那個 燈有沒有 就可以放上去 好 那我就是產品 然後就 隨便找一樣產品 好 就這個 那產品名稱是什麼 好 就這邊的 好 好 好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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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產品名車是什麼 就把它打上去 產品名車 產品名車 價格 說明 有看到結帳王子嗎 結帳王子就可以把它選過來這裡 結帳王子 那要不要分享到你的粉絲專頁 那你要入藥就打勾 那要不要設定文竹選產品 藥就打勾就儲存 新增一個產品 那你這裡就會有一個產品 這樣了解嗎 那你可以一直新增其他的 那你的產品這裡就會有 一個產品這樣子 這樣了解 好 好 你們試看看這個功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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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